感谢主的恩典 当新的一天展开的时候 记得神今天必有今天的恩惠和慈爱 来随着我们 使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可以欢喜快乐地活在神的面前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读 创世纪24章 我们从32节我们读到52节 32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人就进了拉伯的家 拉伯学了骆驼 用炒料喂上 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 把饭摆在他面前 叫他吃 他却说我不吃 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 拉伯说请说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路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 使他长大又赐给他 牛群牛群羊群 不被骆驼和驴 我主人的妻子沙拉年老的时候 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叫我启示说 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父家 我本主那里去 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 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路华 必要拆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 叫你的让路通达 你就得以在我父家 我本主那里 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本主那里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 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我今日到了锦帕 便说 耶路华我主人亚布拉罕的神 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我如今站在井旁 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 请你把你瓶你的水给我一点喝 他就说 你只管喝 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 愿那女子就做 耶路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 我心里的话还没说完 历百家就出来尖头上扛着水瓶 下到井旁打水 我便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他就急忙从尖头上拿下瓶来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落筒喝 我便喝了 他又给我的落筒喝了 我问他说 你是谁的女儿 他说 我是密家 你拿贺之子 你独立的女儿 我又把团子带在他笔上 把镯子带在他的两手上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称颂我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他引导我走而是个道路 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 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意 慈爱诚实带我主人 我能告诉我 若不然也告诉我 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那般和彼徒利回答说 这是乃属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大 在你面前可以带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给你主人的妻儿子为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 就向耶和华抚抚在地 我们就读到这里 那这一段的故事真是蛮精彩 是不是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那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他是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 那你看见他怎么会这么属灵 是不是 他求耶和华 他主人的神 他向神祷告说 求你今日让我遇见好机会 那弟兄姐妹 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 有啊 而且很快 很快利百家就出现了 那他求的印证 一件一件事 也奇妙的显明 那见证 神的引导他走合适的道路 所以在利百家的母亲 比土利 还有他的利百家的舅舅拉罕 都见证了 这真是出于耶和华的 那这一个身是一个奇遇祭 是不是 那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否认 这是神的神 神的神的工作 神的带领 神的带领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个老仆人这么属灵 他只是一个老仆人 是不是 如果说儿子或者这个兄弟 那可能 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属灵呢 说实在 真的很少见到这么 这么好的仆人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其实他就是一生都是跟随亚伯拉罕的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是管理他亚伯拉罕全业的最老的仆人 那换句话说 他一生都是跟随亚伯拉罕的 是从幼年一直到年老 可能他经过 他跟亚伯拉罕去过事件 波特利也去过埃及 然后怎么样从埃及回来 回到迦南地 然后怎么样 他跟罗德分开 然后他到了柏利恒 然后经过冲锋陷阵 解救亚伯拉罕的职尔罗德 那用318个家庭 他一定在其中的一个人 他怎么样打败了 这个四王的联军 那每一个故事 好像每一个事件 那这个老仆人都在场 他亲眼看见亚伯拉罕 从很少变成富足 他怎么样从不可能当中 已经衰老到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 还竟然生出了以撒 他怎么样又把以撒献给神 他看见亚伯拉罕的神 是多么是可信实 而且可靠的神 虽然没有人能够看见神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能怎么从 能怎么能够看见神呢 就从我们的身上 从我们的身上 这个老仆人就看见亚伯拉罕一生所敬畏的神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他非常有信心 他就祷告 我亚伯拉罕的神 请你来随听我的祷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从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成为一个榜样 或者成为一个见证 让人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我们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你的经历 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是不是 那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怎么样 在我们的属年的经历里面 我们的有限能够进入无限呢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开始做一个跟随的人 你跟随有信心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你跟随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 那这个是很自然的情形 不要轻易离开你的属灵的遮盖 你的榜样 你的属灵的榜样跟亮光 请你不要轻看 你要好好的来跟随他们 罗德你看 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可以跟随的榜样 但是他就离开了 所以就在不知不觉中 他就向世界而去 那结果他走入了失败跟破损的结局 那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 他一生就是跟随亚伯拉罕 慢慢弟兄姐妹这种潜移默化 使得这个老仆人 他的属灵的光景也是不容小觑的 那弟兄姐妹你看见 他终于可以成为为他的仆人 完成一个伟大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立百家不是普通的女子 不立百家乃是跟来 这个是从千万人当中拣选出来 他要来跟以撒来建立上帝永远的旨意 那弟兄姐妹 永远的计划 那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是透过谁呢 是透过这个属灵的这个仆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 弟兄姐妹跟随跟随跟随 慢慢慢慢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你的生命就会成长 你的生命就会成熟 所以当然跟随的脚步 其实不是很容易 可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跟随的时候 我们就是谦卑的学习 以至有一天 时候到了 那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像这个老仆人一样 他一生当中 就是预备着这一个时刻 来完成上帝要托付他的工作 他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他不像亚伯拉罕 他不像以诺 他也不像挪亚 他不像这些伟大的人物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有一天 他预备好了 神照样可以使用他 来完成一个关键性 就是把利百家带到以撒的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上帝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别小看 你在你的婆婆面前 你的表现 你在你的小书长面前 你的表现 你在你的下属 你的下属的面前 你的表现 弟兄姐妹每一天手都在看 直到有一天我们预备好了 上帝就要帮我们带进你的人生 上帝给你所预备的那一个属灵 人生的舞台上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看见这个仆人 我心中真的很大的感触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一生在主的面前 我就是不求人的赏识 也不求人对我的回馈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忠心服侍在主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许有一天神可以使用我 或者把我摆在一边 都没有关心 因为我是神的仆人 我一生就是专心 一心仪的救世来服侍他 我知道有一天 我要面对我的神的时候 我知道我也愿意成为 一个主所喜悦 那个忠心到老 一直一生到老 就是在他的圈 在他的面前 成为他可以 他所喜悦的仆人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 以这个仆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借着这个仆人 让我们看见 主啊 主啊 你使用每一个人 而且在暗中 你就在查看每一个人的光景 主啊 感谢你 不是在人面前 主啊 主啊 做给人看 主啊 我们所做的 都是要做给我的主看的 主啊 谢谢你 只要你喜悦 主啊 我们就是 我们就能够心满意足了 谢谢主 人可以轻看我们 或者是 这个好像不是那么 那么那么欣赏我们 但是主 求你让我们做一个 在神在人面前 长存着无亏的良心 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今天的生活 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